好的 各位观众罗 iomintosh 早上好 中文豪晚上好 我是国际解说 广告奇业级对战 毛氏企业下的两位员工 腾村对英太 腾村这个赛季 我觉得可能要考虑换角色了 春莉这个角色在一定程度上 遭了一个大刀 大刀就是我之前讲的 他那个轻攻之对空被砍了以后 对吧 春莉那个战轻角 我不知道何去何从 另外一边英太 英太也蛮伤的 他那个赛斯被削弱了以后 直接就放弃掉 不用了 然后他又用回了啃 啃这个赛季的话 几乎没有调整 唯一的调整可能就是他的VTR 神龙拳可以用来对空了 终于想起来 这一个是一个神龙技 对空应该是无敌的 我觉得这个也挺合乎逻辑的 但不知道之前的卡普空是怎么想的 那玩意儿 就只能带连段 对吧 连对空都做不到 现在英太这里看 感觉是要上路了 这边一波VS下来以后 没了没了 安心的见上帝了 这也没有什么机会 让他去用他的资源去飞一飞了 好 那这样就很快到了第二灯 好了 相信这一灯 这两个人擦枪走火的东西就要来了 都是满资源 要奔起来了 不过我觉得在对上腾村的时候 英太这边应该会收敛一点 对手可是一个插合和确认能力 但我没说 这里旋风刮下来 再旋风飞上去 那是给了一波伤害 但后续压起身压不到 选择的是头 要么就生龙直接压他 对不对 这个不合理 不合理 我们要更加相信 英太在对抗高手的时候 会选择更加合理的套路 这边清脚又是一个旋风 这个腾村吃了两个旋风以后 感觉人就快没了 生龙打完以后呢 前前过去 这边是压一个乱动 没有压中 中脚被防 腾村没有第一时间缺反 其实刚才一个副司 我感觉是反得到的 再一个百列倒地 VT来 轻角做修正 英太这边 手上晕脸很高 值得交一手VR 再一个V伞 回去 没有继续派身 可能不太熟练 这完全可以派身回去 把对手放倒不香吗 不是管那么多了 这里跳了一下 你想头没中 我只得再交一个V伞 这个V伞交的有点 肥琐斯 再一个旋风刮过来 选择头不中 再跳过去 再头还是不中 再跳 再头还是不中 再跳 这被截了 不能这样循环的 不是 不要这样循环 这样循环不是很好 但是又很有效 对吧 你看腾春在最后 有点被对手带入了一种 死亡陷阱的感觉 就智力一下子降低了 在英太发现对手的智力 开始变得有点 出现问题的时候 他选择了一发EX生龙 直接送对手上路了 这也是他个人的一个杀招 降制打法 对吧 好 那现在就到了第三层 那腾春一度智力上 已经受到了一些 微弱的创伤以后呢 看一下 英太这边还想在天上飞 腾春终于想起来 我该对空了 这没办法 这个赛季就是我讲的 村里的对空性能 大幅被弱化以后呢 他必须要在力回当中 什么都不按才能做到对空 不像以前 按一个中角什么出去 然后我再补一个青角就能对空 现在 英太就雪爆他的头 就把他的头爆出血来 然后腾春就没了 这是一个非常好用 且行之有效的战术 直接抓着你软肋打 对吧 听说你被削弱了 我们从来就是得理不饶人的 好了 现在到了第二层 那英太这里又开始了 在天上呢 我可以选择刮旋风 和不刮旋风 就这样直接飞过去 那腾春就头疼了 对不对 我到底该不该对这个空 万一他出了旋风刮过去了 我出了一个中角落地要挨打 那很危险 那我不对空的 这英太就雪跳我头 也挺烦的 好那这个赛季的话 其实英太也是一直有在测试一些调整点 你看他在打利回的过程当中 之前他很少去出这个中角 但是这个赛季他一直在出这个中角 就是因为这个赛季中角改了 听说是打康以后的那个飞的距离变短了 所以他一直在试 就很明显 你看吧 对吧 就一直想去试这一招 这也很正常 就像我知道有一个改动点 我也会一直去试 试着试着人就没了 最后一脚就人没了 对吧 这个就是新版本带来的一些弊病 让人们会出现一些比较迷惑的行为 英太甚至想用重角 去跟腾村这样一个春丽 在中距离去打利回 就显然不稳妥不妥当 也不合适 好了下中了职的单发 确认一个EX旋风进版 然后从前先探一下路 好了卡在这个位置发个波 挑逗一下他的对手 跳一下逆向进去了 非常标准的一个操作 接下来就由腾村表演怎么关厕所 也关不住 这个人在天上会转圈的 怎么关呢 很难关 这个人在天上出招 从来不按正常套路来的 下中了直接放倒以后 别追上再反投一个 跳逆向又进去了 哈哈哈 腾村这边再利用一个反向的螺旋 把对手又吸了回去 英太你既然要 对吧 要出来 那你为什么一直要冲进去呢 但是冲进去冲的冲的也就冲赢了 腾村非常了解他 就是很会跳逆向进厕所 所以他提前留出一点位置 那在那种位置下呢 英太又投不到他 他往后一拉 哎 英太就傻了 接下来就是吃满边 好 下中掉一个重百列放倒 追过去以后再压直接是被下中掉单发 应该是摸奖 我都不觉得这个是确认 真的 这个真的不像是确认 就起身直接按一个下中掉就出去了 在哪里是确认 现在腾村这里手上满资源 英太继续发波 我觉得有可能他会继续发 因为在这里直接应接对手一个CA 其实问题也不大 这边他跳了一个波 跳过去了以后 这一波过去腾村要人没了 选择一个桃物不中 发波继续推 真的是不把腾村当人 好在腾村已经没有CA了 这里划铲过去以后 VT交百列倒地 追过去 压起身 升龙 没有 那这里不升 也是任常 这个毕竟一个公司的 这种套路对吧 谁都比较清楚 说不定我反其道而行有点效果 然而对手还是压了 这边VT打上以后 直接给了一个CA 一个CA完了以后 这个就结束了 那接下来比分 就是来到了一个微妙的1比1 不知道英太在下一局 会采取什么样的战术 去跟他的好同事 来较量较量 比划比划 上来先推波 那春迪这个角色对于推波 说白了就是一件事情 划铲去过 要么就是慢慢走前 去拉到一个中角的距离 用中角踢你翠康 对吧 这边中拳马井缝下来 卡在板边 英太这里也表示 也没什么太多的事可以做 发发波 用旋风去刮 陈村就等着你了 你这个旋风 已经看过太多次了 同一招对我没有用 但我觉得好像之前有用的样子 中角给到翠康 然后中旋风 这个就是中角的新连段 英太一直在试的这个东西 对吧 他一直在试这个战中角打康 到底能打什么连段 然后给我们演示了一下 一个中角飞出去 可以接个中旋风了 当然也有可能之前的版本 就可以这么做 只是我啃的对击看的太少了 英太而且完全不用他的中角 来这里 生龙对空以后落地 直接选择头则 发波倒地往前追 生龙直接过波 好的 我觉得这个过波就很精髓 他第一段是打空的 那腾村呢 就完全无视了那第一段的打空 就 就 就可能被降制了 下降头了 这个真的 对吧 按照正常人看到第一段空 还马上拉房 腾村一下子傻了 这一第一段没打中 嗯 那接下来我该怎么办 考虑了一下 用脸去接下来了 用脸精准的接下了这一发生龙过波 因为正常情况应该是众生过波 众生过波的话 那个横向判定远一点 不会原地先飞一下 旋风被防 这里缺乏的不疼 倒地 现在这个百列放导人超远 追不上 总拳 现在这里选择下中脚 VS往前跑 腾村这里也是意外的出了一个滑铲 滑铲以后发现两个人都愣住了 先给一个头 跳中脚下来 来了 开始了 跳中脚 我觉得他接下来又要来 这边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智力都没了 真的 跳你个两次 然后我假装跳过来 我什么也不爱 我下断起手 然后你死了 这个就是智力型学生 好了 那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